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8年 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谭伟四 遇到了一道难题 如何才能让深埋地下两千多年 文士复杂的大型古代青铜乐器再次奏响 演奏出优美的旋律呢 在微弱的灯光下 谭伟四凝望着手中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1978年5月 在湖北省随建雷古墩地区 谭伟四带领的考古队发掘出了一处古代墓葬 这座古代墓葬的占地面积达到了220平方米 是当时湖北省少有的大型墓葬 当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这座墓葬时 眼前的景象让大家惊住了 只见墓坑内满是积水 有些东西还飘在水面上 大家担心 这里的文物怕是已经破坏了 他们连忙找来抽水机往外抽水 随着墓坑中水位不断下降 积水中逐渐露出了三根横木 在横木下面似乎还悬着什么物品 年轻队员们恨不得马上探个究竟 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一个埋藏于2000多年前的地下宫殿的大门 已经被开启了 在这座大型的墓葬当中 出土了众多非常珍贵的文物 但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78年5月25日 雷古敦墓葬发掘现场的实拍照片 我们能够看到有两组垂直相交的巨大墓质横梁 和最上面的三个小横梁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墓室当中 在这三层横梁之上 共挂有64枚青铜钟 另外还有一枚青铜钟 是散落在墓葬的泥土当中的 透过泥土 考古队员们隐约能够看到 在边中的中体和横梁上 都刻有大量的挫金明纹 等待墓葬中的积水慢慢被抽干 他们下到了墓葬的底部 在钟架旁找到了两根壮钟用的木棒 还有六个T字形的木锤 这些文物的出土 再加上65枚青铜钟的形制 与21年前河南信阳地区出土的 13枚青铜钟非常相似 种种证据表明 这套青铜器物 就是我国古代的乐器编钟 关于这套规模宏大的礼乐器 我国史书上曾有过多次描述 记载着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著作周礼中 就曾提到 掌金奏 樊乐士 以中古奏九下 以及樊祭祀 响 舍 供其终生之乐 也就是说 我国古代在祭祀 宴请宾客等盛大场合 都会安排乐师来演奏编钟 从种种留存下来的古代文献中 可以发现 编钟在古代 不仅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 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而1978年 在雷古敦地区出土的这套青铜编钟 更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大型乐器 它的体量更是十分惊人 编钟横量跨度将近11米 由大小不等的65件青铜编钟组成 其中 体积最大的编钟 高度有152.3厘米 重量达到了203.6千克 这些编钟分为三层 悬挂在遍布彩绘花纹的钟架上 在中国湖北的隋建 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 这个消息立刻经由各路媒体 传遍了海内外 人们在震惊之余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套编钟既然是 礼乐当中必不可少的乐器 时隔几千年的历史 他们还能演奏吗 如果真要敲动起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听见 几千年前的声音呢 这套编钟能够演奏完整的乐曲吗 它奏响之后会发出什么样的声响呢 这样的疑问 这样的好奇之心 别说是咱们普通人了 就连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的队长 谭维斯同样有这样的想法 这套编钟到底能够发出 怎样的美妙乐音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 只能是让这套编钟 重新发挥乐器的功能 让它进行演奏 但是这个想法啊 多少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韦 反对的理由很好理解 这是什么 这是文物 成套的编钟那就是国宝啊 历经几千年的埋藏 没让它损坏了 放到我们手里 我们拿个大木锤子去敲 万一敲坏了 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按照一般的考古流程 编钟在完成了发掘和科学保护之后 需要由考古人员撰写发掘报告 同时将编钟送入博物馆 进行妥善地保存展览和继续研究 这才是最为稳妥的一贯做法 面对着这样的反对 性格倔强的谭维斯坚持认为 不能发生的编钟将失去自己的灵魂 让国宝的美妙声音重现人间 也是文物工作者的责任 可如果要让这套编钟 重新奏出美妙的音乐 谭维斯心里明白 这就必须要知道 大大小小每一个编钟的音调 音色和音量 可这些信息又该从哪里获得呢 正当谭维斯一筹莫展的时候 编钟经过清洗后 中体、中粮以及挂钟构件上的大量挫金明文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在这些明文中 会不会有谭维斯正在寻找的 反映每一件编钟声音特色的信息呢 他立刻邀请了武汉地区的古文字学家 对编钟上的明文进行研究 古文字学家在查阅大量古籍资料 以及解读出国文书 并与出土文物上的明文对照后发现 有九件纽钟上分别标有 姑喜之宫、黄中之宫、妥宾之宫等等字样 这些明文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原来 姑喜、黄中、木音等词 代表的是我国古代的乐律 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 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 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十二律 相当于现代钢琴中的C、声C等十二个音调 而对于中架及中钩上的明文 古文字学家在解读后认为 这些明文实际上是和每一件编钟上的明文一一对应的 体现了编钟与中架、中钩的配套关系 根据这些明文信息 出土的六十五枚编钟应该分成三层八组 以各组的音阶为顺序 将它们依次悬挂于横梁之上 下层两组是体型最大的十三件永钟 中层三组是形体居中的三十三件永钟 而上层三组是形体最小的十九件纽钟 而在每一组编中的中体明文中 更是出现了绍商、语增、绍语、下诀、直返等标记 对于编中明文的试读结果 令考古研究学者产生了兴趣 公、商、诀、止、语 指的是中国古乐的五个最基本音阶 相当于西方音乐的 到、rai、mi、sou、la 在此前考古发现的编钟等乐器中 很少出现商这个音 而这套编中出现了公、商、诀、止、语 五个音阶 代表着它是当时我国发掘出的 第一套五音齐全的编钟 也证明了在它铸造的年代 五声音阶是完整的 一天 正在研究编中明文的古文字学家 突然找到谭伟寺 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除了古代的阅律和阴阶之外 这些明文似乎还诉说着 编钟主人身份的秘密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 就是在曾侯以墓葬当中 出土的那一枚 唯一遗落在泥土当中的青铜钟 被人称之为伯钟的器物 以及后来考古工作人员 针对它的错经明文 踏印下来的踏片 博中上的这些错经明文 湖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是这样试读的 唯王五十又六四 反自西洋 楚王雄章 作曾侯以宗仪 殿之于西洋 其永迟用响 也就是说呀 在楚国的某一位国君 在位的五十六年 这位国君雄章 听说了曾国的诸侯以去世的消息 特意为他铸造了这枚博中 在西洋这个地方举行了祭祀仪式 让曾侯以宇能够永远享受这件钟 当然了 对于博中上的错经明文 到底该怎么断句 怎么示意 至今仍然存在着 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争议 在这儿呢 我们不用太过纠结 按照当时考古工作人员 对这段明文的示意 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 这枚博中的主人是谁 他是一位名叫乙的曾国诸侯 那么制作这枚钟的楚王 又是历代楚王当中的哪一位呢 潘维斯等考古专家认为 根据文献记载 历代楚王里面 执政超过五十六年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楚慧王 所以明文的第一句 指代的很有可能就是 楚慧王五十六年 推算到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念来讲 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 也就是战国早期 但是这些明文又给我们 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惑 曾国是哪个国 在历朝历代的文献当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 曾国的文字记录 反倒是另外一个国家 隋国和楚国有过密切的交往 在我国古籍水晶柱中 有着这样的记载 鲁定宫四年 无时入夜 昭王奔随 正是这样简短的记载 却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公元前五百零六年 诸侯歌剧《狼言四起》 可诸侯国为排除异己 纷纷争夺疆域 尽管当时楚国较为强盛 可吴国联合了和楚国有怨愤的蔡国和韩国 一同向楚国发起攻击 致使楚国大败 吴军更是抓住机会乘胜推击 攻入楚都映城 面对着攻打到眼前的敌人 楚昭王只能选择仓皇出逃 在慌乱中 楚昭王把一些大象的尾巴后面 绑上了火把冲向吴军 趁着混乱 他急忙带着妹妹 跑到了附近的隋国 一路追来的吴军 跟着进攻到了隋国要人 可令吴军没有想到的是 隋王以楚国与隋国一向相好为由 禁止吴军进城抓人 将楚王保护了起来 隋楚两国按照史书当中的记载 曾经有过友好的交往 甚至隋国还曾经保护过 楚国的国君 但是面对着后来整个局势的变化 谁也抑制不住 楚国想燃止中原的决心了 隋后隋国与楚国之间 这点可怜的香火情啊 也消失殆尽 进入战国年间不久 隋国就消失在了 楚国征伐天下的硝烟当中 不过呢 也留下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就是 当楚王征伐隋国的时候 隋国觉得自己很无辜 说了一句 我无罪 但是楚王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满意 管不了那么多 我本身在周天子的眼中 就不是什么正路出身 那我无所谓了 我现在希望得到他的重视和尊崇 我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进入中原 那么隋国你就不要存在了 这也就是我满意 这句话的来历了 隋国虽然早就灭亡了 但是却留下了隋县 隋州这样一个地名 那么曾国与隋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隋国的国都附近 会有曾国诸侯的墓葬存在呢 在历代的文献造当中 对于曾国的记录那是一片空白啊 在这套编中出图几个月之后 著名的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为《曾国之谜》 在文章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曾国与曾经保护过楚王的隋国 本身就是一个国家 只是一国两名而已 曾侯已的墓葬发掘于隋县 也就是战国时期隋国的旧址 所以很有可能这两个国家 其实说的都是一个国 假设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成立 那么按照年代来推算 保护了楚昭王的隋侯 应该就是曾侯已的父亲 后来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楚昭王的儿子楚慧王 在曾侯已离世之后 不愿千里送来了伯中 似乎这样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不过对于曾国和隋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学界始终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的 有人认为这两个国家原本不是一个姓 那么隋国是姬姓 曾国可能是另外一个姓 只不过后来因为战争局势的变化 才转而姓了姬 也有人说呢 别看在这个墓葬当中 我们找到了曾侯以三个字的名文 但他未必就一定埋葬的是曾侯 也有可能是埋葬的一位楚国贵族 而出现的这些边中 国中 其实是战争的一个胜利品 或者是当年曾国或者是隋国 把他作为礼物送到了楚国 送到了这位贵族的手中 在他死后就把他带入地下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可以成立 不过到了2014年的时候 曾国之谜似乎有了定论 当时学界考古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 讨论的重点就是 曾国和隋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2011年之后在隋县多地 出土了西州以及东州时期的曾国墓葬 而根据这些墓葬当中出土弃物的名文 考古专家判定 曾国和隋国就是一个国家 边中上的错进名文 不仅道出了他过去的主人 也说出了无音齐全的音乐信呢 可经历了两千多年时间的魔力 再加上出土前在木坑积水中的浸泡 曾侯以边中还能发出准确的音调吧 带着让边中再次奏响的心愿 谭维寺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的古乐器专家 为曾侯以边中测音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几千年前中国古人铸造的这些边中 依然有着十分优越的音乐性能 如今已是古兮之年的冯光生 是发掘曾侯以边中的亲历者 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他 从湖北光化县文化馆 抽调到雷古敦墓葬的发掘一线 每当看到这些边中的照片 曾侯以边中的声响 依旧会回荡在他的脑海中 在曾侯以边中的中臣泳中 它是主要承担演奏旋律的部分 那么这三座泳中它有共同音 就是比如说在中臣一组的最大那个钟 它是桑音 是软 那么中臣二组的最大的那个钟 它也是同度的一个上音 也是软 那么在中臣三组倒数第三个钟 也是软 那么这三个软 它是一个设计的同度音高 那么这个同音高的音 它们不同的人 或者是不同的时间 通过设计 铸造 然后去模拟之后 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对这个同度音高的重复音 进行的统计 冯光生等专家 采用了一种现代测量音高准确度的单位 音分 在计量上 将每个半音音程分为100个音分 以计算音高的误差 绝大多数都在十几音分的误差之内 最为让人惊叹的 有的误差在零音分 那么这对现代人们在音乐会 对音高的诗听标准 这些都是在容曲的范围之内 所以当时的工匠 凭借着当时的手段和技艺 凭借着他们耳朵 调音的水平是非常高超的 古乐器专家发现 全套编中可以敲出五个八度 音域仅仅比现代钢琴 少了最高和最低两个八度 可以满足复杂乐曲的演奏要求 我来就有点不甘心 既然这个编针 它是油气 同时又是利气 是利气好办 利气它是在利质上的 发现它这个编针的 发现它规模 发现它的这个等级高 那都好说 但是是油气 它油气的话 你就必须让它发生 谭维斯和疯狂声 此时已经暗暗在心中 想好了几个曲目 并为设想中的这次演出 而激动不已 可是 当他们真正开始筹备演奏会的时候 却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1978年 规模巨大的青铜编中 在湖北省随建雷古敦地区出土 震惊之余 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既然是古代礼乐制度当中 必不可少的乐器 这套编钟 在时隔几千年的时间后 能否再次进行演奏 带着让编钟再次奏响的目标 谭维斯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的古乐器专家 展开了增侯以编钟的侧音工作 他们发现 全套编钟可以敲出五个八度 音域仅仅比现代钢琴 少了最高和最低两个八度 可以满足复杂乐曲的演奏要求 可是 当他们真正开始筹备演奏会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由于整套编钟的重量 大约有两千五百千克 谭维斯十分担心 木板拼搭成的五台 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谭维斯命人在五台木板下 用砖砌了几个墩子 以此来加构五台 并将编钟摆放在砖墩 加固的位置 1978年8月1日 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 对经过保护处理后的编钟 及钟架进行复原组装 并在武汉的军区礼堂 召开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时隔两千多年之后 曾侯以编钟第一次向世人发出 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 就在人们为编中发出的乐音感动之时 在场的很多文武专家 却在为这件国宝暗自担心 幸运的是 在演奏会持续的两个多小时里 经过加固的舞台 经受住了负重的考验 这是曾侯以编钟出土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奏 然而演奏带来的轰动效应 很快就带来了麻烦 谭维斯先生在生前的一段采访当中 曾经这样说过 这场演奏之后 曾侯以编钟就下不了地了 自从首次公开演出之后 听编钟演奏就成为了随线 最为著名的必打卡流程 不管是湖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还是全国各地的老百姓 凡是来到这里之后 都想要听上一听 将国宝级的文物 曾侯以编钟放置在公众的面前 通过敲击的方式 演奏数千年前的乐曲 在当时的那个特定的环境之下 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 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我们 太需要提振自己信心的一些消息了 出土了这样一套完整的编钟 证明我们中国古人早在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掌握了高深的青铜铸造技术 以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阅历知识 否则是不会拥有这样的器物的 编钟的声音响起提振的 是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另外 编钟确实是一件太特殊的文物了 作为一种古代的乐器 我们的研究人员当然希望了解它的声音 了解它的结构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可能只有敲击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样的敲击演奏势必会对文物带来一些损害 197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 青铜文物研究专家华绝明来到湖北省博物馆 考察曾侯以编钟的现状时 已经发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 这65枚编钟经过了现代人的敲击 表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细微的磨损 毫无疑问 对于文物而言 这肯定是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眼看无价之宝的青铜编钟 已经出现了磨损 谭维斯向华绝明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 我们能否复制出一套 一模一样的曾侯以编钟进行演奏 满足人们对编钟音乐的热爱呢 这样的话 国宝元剑只攻展出 不再敲击 可以得到长久的保护 虽然这样的想法听起来 既能保护文物 又能让世人听到编钟美妙的音乐 可华绝明心里很清楚 复制大型的古代青铜乐器 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难度之大可能超乎想象 1979年 由谭维斯任组长 华绝明 冯光生任副组长 曾侯以编钟复制研究组正式成立 湖北省博物馆更是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 广东佛山球墨铸铸研究所 武汉工学院等多家单位 共同对曾侯以编钟的复制展开了联合公关 然而这件古老乐器留给了后人太多疑团 大量的谜题成了复制工作中一个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编钟的复制人员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一套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青铜器 究竟是采用了怎样的方法才能够让它准确地发出 工商绝职语这五个音阶呢 起初很多人都觉得编钟之所以能发出这五阶声音 很可能是取决于内部不同金属含量的比例 这样就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了 于是湖北省博物馆联合自然史研究所的专家 一同对曾侯以编钟进行了光谱分析 但结果却令它们非常失望 每一件中的金属成分含量都是一样的 含锡大概是13%到16% 含铅大概是1%到3% 其余则是铜 这其中铜与锡的比例是完全吻合 记述了我国春秋战光年间 手工业制造业规范的文献 周理考工记 对于不同氢铜器铸造的金属比例的记录 金有6基 六分其金 而锡居1为之中顶之锡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铸造中顶之器的时候 铜和锡的比例大致是5比1 那么根据我们科学的测算结果来看 曾侯以编钟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而这64个编钟都是统一地按照这个比例 铸造出来的 因此工商觉知与不同的发音 与铸造青铜器的时候 各种金属的比例无关 既然曾侯以编钟都是使用同一比例的金属配方 铸造而成的 这倒给后续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当我们敲击厚薄体积不同的金属时 可以发出不同的声响 那么既然已经排除了金属配比 造成因阶差异的因素 那么最终导致每一枚边钟 可以发出不同声响的原因 就和它的体积大小 以及本身边钟中壁的薄厚程度有关了 既然从冶金学的角度 探测边钟内部的金属配比 无法解决专家学者们的困惑 他们开始转换思路 尝试着对边钟发生部位进行研究 虽然通过敲击能够分辨出不同的音阶 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 每一枚中的音质、音色 他们特意请来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 通过闪光音准仪 检测边钟在敲击时的震动状态 他们发现 边钟之所以能发出 功伤、绝职与这五个不同的音调 和钟的大小薄厚有着重要的关系 下层的咏钟不仅体型大 而且钟臂很厚 在敲击演奏的过程中 它的震动频率很低 发出的音调也较低 而上层的扭钟和中层的咏钟则相反 它们在敲击时震动频率很快 因此发出的音调就会更高一些 尽管采用现代测音设备 研究人员找到了边钟 能够发出不同音阶的原因 这也让研究人员产生了新的疑问 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的古代匠人究竟采用了什么方式 为这套边钟进行精准定音的呢 关于中国古代定音的方式 在三国年间的史学家 维昭所著述的《国语著》 这部书中有过这样的解释 也就是说呢 在古代人们使用一种名为 军钟的设备 专门为边钟进行调音 可军钟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在过去的墓葬当中 也没有出土过类似的器物 仅仅凭借这句记载 很难想象 军钟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遍寻不着的军钟啊 其实一直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湖北省考古队的工作人员 在清理曾侯以墓葬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器物 这个器物的外形很独特 猛的一看 有点像一根斜靶子 将它取出来进行测量之后发现 在这个宽度只有5.5到7厘米 十分狭窄的平面之上 居然安装着五根弦 弦和弦的距离 只有0.9到1.1厘米 根据它的外表 一开始人们认为 这恐怕是某种 已经失传的乐器 弦乐在我们所有的乐器当中 比例实在是太多 琵琶 古琴 色 都是 但是当我们想要弹奏它测试它的音乐性能时 却发现 这个东西发不出音乐之声啊 会不会它并不是一件乐器呢 结合《国语著》当中的那段记载 有人怀疑它有可能就是军中啊 虽然军中无法作为乐器来演奏 但是弦拨动的声音 却能成为给编中调音的力气 调音时 工匠轻轻拨动军中的弦 同时敲击中批 使其发出声响 并以耳齐齐声 靠它们的听力辨别两个音的高低 研究人员没想到的是 这套编中的神奇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在曾侯以编中侧音的过程中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 让在场的所有人兴奋不已 木锤敲击编中的两个位置上 中体竟然发出了两种声音 现场的一位古乐器研究专家 兴奋地喊着 双音双音 原来 冯光生早就听说 我国秦汉之前的编中 能够发出两个音节 可他尽管翻阅了历朝历代 很多古代文献 以及研究以前出土的编中 都没有发现一中双音的情况 因此他一直认为 所谓的一中双音 不过是一种民间的谣传 1978年8月1日 当曾侯以编中的钟声 在尘封几千年后再次响起 听一场编中演奏会 便成为了随见 备受人们欢迎的休闲方式 然而 就在几个月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 青铜文物研究专家 华爵明 来到湖北省博物馆 考察曾侯以编中的现状时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曾侯以编中经过了现代人的敲击 表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细微的磨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谭伟四 华爵明 冯光升等人 展开了曾侯以编中的复制工作 现场的学者发现了一中双音的现象之后 立刻使用了频率剂 对正鼓部和侧鼓部发出的两种声音进行检测 他们发现 在这两个月音之间 竟然能够相差三度之多 比如中层 三组第五号中 正鼓部的标音 为雨 敲击之后测定的频率是427.7赫兹 而侧鼓部敲击之后测定的频率是516赫兹 能够发出弓的音阶 这两个音分别相当于 现在钢琴键盘上的中音拉和高音刀 这个发现让团队成员大为惊喜 或许这正是编中铸造技术的核心所在 那么曾侯以编中为何能实现一中双音呢 谭维斯等学者注意到 编中的形状与我们在庙宇当中看到的大圆中有所不同 从底部上来看 它是合瓦形的 像是两片瓦片合在一起 这种特殊的形状是如何决定了双音的特征的呢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联系了哈尔滨科技大学 准备使用一种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 对边中进行鉴定 这种技术就是激光全息分析 在这些激光全息照片上 专家们首先发现了 合瓦形边中在振动模式上的特别之处 敲击边中正中间的位置 周围四个部位是不振动的 所以人们听到的是正骨音 而敲击边中的两侧时 正骨音位置也不振动 此时人们听到的是侧骨音 也就是说 正是因为敲击边中正面和侧面时 中体产生的振动方式不同 才会呈现出一中双音的性能 那么正骨音和侧骨音的音高音低 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研究人员在仔细观察边中内部时发现 边中中壁不同位置的薄厚 有着细微的差别 而且在边中的内壁上 还有非常细微的打磨痕迹 根据这些发现 研究人员推测 或许古代工匠正是在 中体合瓦形状的基础上 再对边中不同位置进行打磨 通过改变中壁的薄厚差异 进而制造出一中双音的神奇性能 哪怕是利用现代科技 分析边中一中双音的发生原理 都有着很大的难度 古人为何要费尽心思 铸造出六十几枚具有一中双音特点的边中呢 专家们猜测 或许正是因为边中在古代 专门宫祭祀 以及宴请宾客等盛大场合演奏 造出双音中 不仅能够彰显自己国家的青铜器铸造水平 更能使边中具备演奏出几乎任何旋律的能力 在边中定音以及一中双音的研究完成后 谭维斯和华决明考虑 下一步要做的便是找到 铸造曾侯乙边中的方法 他们首先带领边中复制团队 仔细观察起了曾侯乙边中 希望从中发现线索 结果他们在一键涌中侧面正中间 发现了一道清晰的纹路 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华决明等专家辨认出 中体上的这道纹路 其实就是饭缝 也就是两块饭闭合之后 接口位置的痕迹 也就是说 永中是采用饭铸法铸造而成 古代的工匠先将陶土烧制成模 形成一内一外两个饭 再将青铜叶交入到两个饭之间的空腔 待金属叶凝固之后 敲碎陶饭 就可以得到特定形状的青铜系 通过这道纹路的痕迹 复制团队确定曾侯乙边中 在铸造时所使用的工艺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为广泛使用的饭铸法 可要想再次铸造出曾侯乙边中 复制团队对于铸造工艺的选取 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马叶萍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位研究员 他常常听老一位研究专家 讲起当年复制曾侯乙边中的经历 我们现在对边中的铸造研究采用的是斯拉法 斯拉法就是在边中上翻膜 形成我们的模具 因为边中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 经过我们科研人员的研究 发现桂香胶它是一种比较好的复原性 比较细腻的一种材料 它特别是对文物 特别青铜的表面 不会形成有害的这种物质 就是用桂香胶在边中上截取它的模具 然后呢 这个形成了模具以后把它交出成蜡模 翻纱是蜡模制作完成后的操作 工人将蜡模完全浸没于泥浆当中 在上面均匀地撒上一种细纱样的物质 翻纱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胶筑师母字 在高温和重压的情况下不至于炸裂 蜡模以后然后进行培烧 最后培烧把蜡撕掉 最后进行这个胶筑 就留下这个边中的壳体 在确定了边中的铸造方法后 复制团队立即展开了蜡模的制作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 拍摄的地点是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的一座车间 此时工作人员正在制作 永部和中体部分的蜡模 蜡模的制作是边中复制过程中 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边中原件上那些细如发丝的纹饰 完全依赖于蜡模的精细程度 但蜡模十分脆弱 对温度又极其敏感 在这个车间当中最好保持在 22到25摄氏度的恒温之间 超出这个范围 蜡模就容易崩裂 前功尽弃 复制人员首先制作的是一枚 位于中层的永中 胶筑完毕之后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铜水 尽快地冷却 在他们的想象当中 这一次的铸造应该是非常顺利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大家伙大失所望 原来就在他们将饭敲碎的时候 复制人员发现 中体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碗大的洞 刘又年是原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工程师 曾参与这次编中的复制工作 关于这段中体出现漏洞的经历 他曾这样回忆 就是你在升温的时候 这个最薄处的时候 局部的升温太急了 温度高了 太急了 这个壳形发生了骨胀 里边的一骨胀 外面也不能动 最后里边 这个壁后的空间挤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工程师们只能重新铸造 在交注前 他们决定将壳形进行持续的被烧 以降低金属液的热胀冷缩效应 对编中复制团队来说 最有信心的一次复制工作即将开始 由于先前在各个环节 已经做了无数的尝试和摸索 这一次的复制工作出奇的顺利 此时对他们而言 只要沉得住气 一切交给时间 1979年6月 复制团队第一次成功复制出 增侯已边中中层的永中 复制件的几何尺寸和元件相当接近 误差仅仅在0.8%左右 边中中体铸造的难题 虽然已经被复制团队成功破解 可谈为四等专家甚至 只有复制出能发出相同声音的增侯已边中 复制工作才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对边中的发音规律进行分析的时候 谭维四 冯光升等专家发现 边中音调的高低和中体的大小厚薄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该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边中铸造成型之后改变中壁的厚度呢 复制人员在古籍当中找到了线索 还是在周礼考工纪当中人们发现 古代匠人在调整庆这种打击乐器音调高低的时候 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倘若声音太高 就用石头来打磨它的两面 让石庆变薄能够发出更低的音调 相反如果发现声音太低的话 就打磨它的两端 使沁发声的部位比其他的部位更厚一些 就能够提升音调 但是沁可与边中的材质有所不同了 沁是石质或玉质的 这种调音方式如果用现代物理进行解释的话 就是沁发声的过程属于板振动 而板振动的频率是正比于厚度的 也就是说越厚的石庆音调就越高 那么这种利用打磨来调音的方式 能否使用在曾侯以边中上呢 其实考古人员在边中出土的原物上 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 中体内部能够看到细微的刮消痕迹 可能这就是古人在调整中体厚度时候 留下来的一些线索 虽然这种方法听起来再简单不过 可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存在 1979年6月 在曾侯以边中出土后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由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 组成的边中复制团队 就成功复制出了曾侯以边中中层的永中 复制件的几何尺寸和原件十分接近 误差仅仅在0.8% 在对边中的发音规律进行分析的时候 谭维4冯光生等专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边中音调的高低和中体的大小厚薄 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究竟该采用怎样的方法 才能使复制件与边中文物具有相同的音乐性能呢 因为本身是一种双音结构 调其中一个音 它又会影响另外一个音的音高 能够要保证两个音都在一个特定的标准内 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有意思的是曾侯以墓的旁边 后来被大概是83年 又发掘了一个雷古登二号墓 那个墓葬里面就有一部分小钟 它保留着钟被铸造完成之后 未被加工的一种状态 我们就从那套钟里面 就得到了一个钟批的一个印象和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钟批是什么样呢 它就在要调音的部位都做了充分的预留 那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把这个钟批拿来和钟的完成品 增后影边中做了一个对照 它的变化最大的部分就是调音的部分 为了保证边中复制件的准确 调音师没打磨一点 就要和边中原件进行对比 可在打磨的过程中 他们却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第一次为这样一套珍贵的边中调音 一位调音师原本以为 按照一枚边中正骨音部位削去的青铜量 去打磨侧骨音部位 就能够产生准确的一中双音 可他在打磨后却发现 这两个不同位置的音调 竟然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 在边中的中体上 存在着某些敏感区 甚至是敏感点 倘若一味地将正骨音和侧骨音部位 削去相同的青铜量 就会和边中文物产生非常大的区别 不仅无法调准声音 甚至会导致声音的质量变差 而这是一项不可逆转的任务 调音师的每一次熟乎都无法补救 一旦打磨失误 边中就只能宣告报废 给人的感觉压力是非常大的 有时那个砂轮上去 比如说接近的99%了 还就有最后一口气 比如说十几个音分和原中的设计 那个时候的哆嗦呀 拿着手哆嗦啊 不敢再往下磨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秒秒钟十秒钟 没了 和那个设计的指标啊 频率值啊低了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 确确实实 那个打磨的人啊 惭愧啊流眼泪啊 我不是故意的 中废了 自己责备自己 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 调音师每天重复着枯燥的打磨和测试工作 终于将复制边中的音频调整到0到正负五音分的范围内 这套永中的成功复制 让复制团队对此后的工作充满了希望 紧接着他们再接再厉 仔细打磨着每一件边中的正骨布和侧骨布 终于将每一件边中两个部位的声音都调整到误差在五音分以内的范围内 就这样 1984年9月 国家文物局宣布增侯以边中复制成功 谈为字 化绝名 冯光生等一代边中复制令头专家 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用过的一百三十六块饭 至今仍然保存在湖北省波 这套边中不仅集古代铸造工艺之大城 也代表着我们的祖先对于乐音的超前理解 时间回到几千年之前 在隋国的一场音乐盛宴之上 曾侯和他的宾客们在边中的音乐声中饮酒作乐 天籁之音越过千年风尘烟云 不断地诉说着华夏民族的灿烂文明 1978年 一批神秘的青铜编中 在湖北省随建雷古墩地区破土而出 研究古法 探寻一中双音的奥秘 在这场跨越了千年的古今对话中 鱼铸造 定音 瓢音等每一个细节中 蕴藏的伟大智慧 引领着现代匠人 一步步完成曾侯以编中的复制 华夏之音 千古未绝 传世边中所铭记的礼乐文化 将作为那个时代的缩影 使中华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持续运转两千多年的工程 为何至今生生不息 困扰金人的水利难题 古人怎样轻易解决 既是水利工程 也是生态工程 古老的治水理念 加上现代科技 成就历在千秋的水利奇迹 解码科技史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 历久迷心的都江燕 下期播出